點數不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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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某羊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 在家裡경 ol 牆壁跟地板的話 可以選擇什麼樣的產品 據我弟的經驗 還有我發過的影片所呈現過的 我做了很多的嘗試 有貼紙的地板 黑膠地板 歐把地板 牆壁的話有 貼紙的牆壁 泡棉墻壁還有水貼壁紙 如果你是小資族 然後預算不算高 但是又願意投資一點點 來把家裡打扮得更好看更漂亮的話 這支影片應該會對你們很有幫助 但是我醜話要先說在前頭 我們都不是達人不是師傅 不會一天到晚練DIY的等級 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凡人手不是特別的巧 像我一樣 DIY它可能不會是一個很精緻很完美的選擇 那如果你的個性是比較完美主義 或是你不太能夠容忍太多手工感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集你可能就看看就好了 還是會建議你請專業的師傅來施工 專業的師傅來幫忙 可能會比較理想 那我先介紹地板的部分 選手衣貼紙式的 一年前我發了一支改造房間地板的影片 用的就是這種黏貼式的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很快快到不行 因為它的紋路還有貼紙本身很薄的關係 可以隨便裁切 想要怎麼剪就怎麼剪 沒有用持量也完全沒有關係 它就是這麼薄 兩張堆疊在一起你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就是一個最不用動腦 也可以貼的很自然的選擇 你們看我以前在貼的時候 根本就是很隨性 剪一剪貼一貼就完成了 兩瓶多的房間我沒有貼床底下 大概也是幾個小時就貼完了 但貼的過程中難免會有 啊貼錯了想要反悔的時候 我自己實測覺得一週內你想要撕下來都不會有殘膠 它的價格也很便宜 短的一卷才幾百塊而已 我貼我這整個房間好像也不過用了兩三卷吧 總之就大概一千還是一千上下而已 這些用剩下的你還可以拿來貼 別的生活用品我覺得CP值算是蠻高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很可惜的 它終究就是一個貼紙 所以多多少少還是會因為貼久了 就會有殘膠 我有拍示範的片段 這是我貼了一年之後撕下來的樣子 它不算殘的很嚴重 但是這還是會有黏黏的卡在上面 資物組就務必和房東協調好之後 確認可以用了才施工 你搬走的時候可以用清除殘膠的那個去除劑來恢復原狀 然後想到別的缺點還有 它畢竟是一個很薄的貼紙 所以如果你不是貼大面積範圍的話 你跟我一樣是喜歡這樣隨便剪一塊小塊小塊的貼 在上面如果要推動家具或是挪動重物的話 它還是有可能會因為擠壓邊邊會被推起來 造成邊邊捲起來的狀況 我自己在推書桌的時候 就是有把一點點邊緣帶起來 可是因為太懶了就沒有在處理這樣 以它來說平常打掃的話 吸塵劑拖把在上面灰啊掃啊都沒有問題 滴到茶滴到湯飲料等等的也是趕快擦起來就好了 但如果你是在很常磨來磨去的地方 譬如說我就是電腦也會在桌下的地方滾來滾去 多多少少會在這個貼紙的邊緣卡一點點髒汙 那這樣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你很常磨擦的地方 你就盡量是大面積的貼 不要太多拼接的地方就可以減緩這種卡髒汙的問題 好選手二我手邊沒有 是黑膠或塑膠的地板 這個討論度應該是最高的 想要真的有地板的質感 但又沒有那麼多預算的話 基本上都會選擇這個 它最大的優點當然就是撕了就可以直接貼 然後又有真正地板的那個厚度 踏上去會有一種很紮實的感覺 花紋的選擇也超級多 質感是有一定穩定度的 雖然不算貴 但也可以說是一筆不小的預算啦 只是說以DIY來講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它的缺點是 它的黑膠絕對是殘到一個不行 你光撕下外面那層紙的時候 碰到那個背膠應該就可以感受到是很黏的 你一貼上去不對勁 趕快拔掉重貼其實都還有救 可是如果過了幾天 幾週以上其實就無力回天了 然後我查到的都是說 它的膠會含甲醛 所以以如果重視想要天然無毒的人來說 就 還有我建議大家去確認老闆包括有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邊邊常常都會很脆弱 很多人會反應收到的時候 都會有邊邊破損的問題 我自己也有遇到 那這樣就很麻煩 你要把它邊邊裁切掉 可是沒有切得很直的話 就又會拼不整齊 它因為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裁切也不算輕鬆 美工刀常常要畫好幾下才會斷 如果你的房間不小又沒有幫手的話 一直一直這樣子割 整天下來手一定超痠超痛的 輕掃的話 你有貼好就其實 跟一般地板質感沒有差到太多 縫縫很大跟縫縫很小黏得很好 本來就會有一定的落差嘛 所以當然是施工的時候 貼得越緊密越好 基本上這種地板 各家都會主打是防水 可以拖地掃地沒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實測下來也覺得都還算OK 選手3 歐爸地板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話 歐爸地板是DHSHOP的產品 他們有一款非常非常適合租屋主的地板 你不用貼 不用黏 不會殘膠 也相對容易裁切 是不是很理想 你搬走的時候就不用擔心啊 但是呢 好用當然就會有代價 它的價格相對是貴非常多的 一箱只有10片這個 然後就要2000多 所以假設是以我的房間要鋪的話 三坪內的空間可能就是 五六七八千 反正就很貴啦 它一定是在DIY鋪地板的選擇裡面 最好上手 但是價格又最不甜的 可是歐爸地板真的很簡單 它就送來這樣一片一片 你就對齊放好鋪好 就好了 結束了 它這個地板 除非你從邊邊這樣子翻起來 或是左右有用力推到 不然你本身把這個地板放下去之後 它就不會移動了 裁切也是相對比 黏膠黑膠地板容易非常多 你刀子劃下去 順著把它撥開 最後補一刀 你要的形狀就出來了 但我實際操控的時候 可能就有直線裁切 可以這麼簡單啦 如果它本身是彎的 或是不是平的裁切的話 還是會有一點點難度的 那完美主義者就自己要自行注意了 但它真的相對其他選擇 真的是容易簡單 也輕鬆很多 很多網紅名人啊 施工自己的家 都是鋪一鋪就完成了 清掃什麼當然也是非常OK 防水防潮 只要有卡好卡緊的話 也是標榜防潮的 他們家有的花樣 應該也是可以滿足 各式風格的人 深的淺的 在反光下開燈 看起來怎麼樣 官網都有參考的照片可以看 他們之前是先寄一箱給我 讓我評估看看 我不OK 我覺得蠻貼心的 不過你們在收到貨的時候啊 可能會嚇一跳 因為它這一整箱真的是 重到一個不行 只是一箱而已 就超級無敵重的了 如果你是力氣小的人 你想要買好幾箱 要鋪整個家 或是一個房間 你一定要找人幫忙 不是坐在電梯大樓的話 我就建議你 因為它的分量實在是太扎實了 你搬運的時候 真的會很痛苦 非常的重 OK地板完了 我們來換牆壁 我私心覺得啊 如果你不介意之後 搬遷房子的時候 再多付一點點油漆錢的話 其實做一點點 簡單的粉刷 就會有很棒的效果 現在蠻多人都會用那種 有點渲染沾染的感覺 它會帶有一點點 大自然復古 或是隨性的樣子 我覺得也都蠻不錯的 但礙於我家人呢 他們對於這種看起來 很大費懲張的事情 就不是特別感興趣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專嚴了 那我們現在先進入 牆壁地貼的選手 一一貼紙式的 這個東西其實就跟 剛剛第一個介紹的地板貼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反正貼紙本來就是可以 應用在各式各樣的地方 牆壁地板家具生活用品 其實它的特色就是 包邊收好就會很好看 你不怕殘膠的話就可以使用 優點跟剛剛形容的 差不多大同小異 就是你的拆貼 可以相對隨性一點 如果你重複貼的話 它的痕跡也都是在 可以忽略的範圍之內 立刻撕掉 或是過一兩週內撕掉 都不太會有什麼殘膠 可是如果再過一陣子 就一定會黏黏的 那注意喔 這個不太適合貼在 凹凸不平的地方上 我自己是覺得很難掌控 也不服貼 很容易看出破綻 我個人也是不建議 你大範圍面積貼這個 尤其是在採光不好的地方 更不要 因為它不像白牆 那麼會反射 所以比較容易 把光線都吸進去 會讓整個房間 整體看起來比較暗 所以如果你想要貼 我建議是頂多一兩面牆 或是主要focus在家具 或是櫃皮上面就好了 選手2泡棉壁貼 這種白色磚塊的造型 如果你有搜尋過DIY牆壁的話 你絕對都會有看過 因為它蠻流行的 有一定的厚度也就會 蠻有質感的感覺 也因為它是泡棉 所以吸印就會有一定的效果 可以對外隔絕很多的噪音 如果你自己在家裡 很喜歡唱歌 放音樂 放大聲 什麼之類的 用這個我覺得就會蠻剛好的 以想要大面積改造來說 價格也相對親民啦 因為它一塊就是一大格正方形 只要上下左右一致貼起來 其實看不太出什麼破綻 不過我自己認為它最最最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背膠 非常的黏 雖然我不確定有沒有背膠品質 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我買的版本 手在貼的時候 我被那個背膠搞得非常的痛苦 我滿手都黏搭搭的 然後變得很不靈活 整個被黏住的感覺 很黏也會影響到你在裁切的時候 你的剪刀美工刀上面就會卡滿那個膠 就會變得很頓很難使用 你要一直反覆的輕 剪得不順 你就會剪得不是那麼整齊嘛 所以如果你家有很多邊邊角角 或是你的轉彎處很多的話 我就沒有很推薦你使用這一款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難清交的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具有黏性 我真的不確定 是不是只有我買的那家 是這麼劣質的 反正如果大家有心動的話 我建議大家先買一小塊 頂多一組試試看 真的OK 你才大量一次買齊 好最後一個選手 ONI壁紙 又稱水貼壁紙 DHSHOP真的是很多黑科技 很多造福租屋族的產品 這款非常的神奇 買的時候就是這樣來捆 然後很像一捲紙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可是你們不要小看它 它只要背面沾水 薄薄一層水浸下去 就會有一層黏黏 但是又不會太黏的質感出現 你只要輕輕的順著牆壁服貼 我還就直接上去了耶 我家的陽台是有點那種凹凸不平的牆壁 可是這個白磚花樣的輕輕服貼上去 居然看不出來 它也蠻挺的 所以也不會在凹陷錯的地方塌下去 明明你只有沾水而已喔 可是它非常的服貼 而且不太會翹起來 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不要說是殘膠 連我在浸泡的時候 它黏黏的感覺就只有在這個壁貼的背面有而已 浸泡的水還是水 也不會因此滑溜溜或黏搭搭的 撕下來根本是零痕跡 超神奇的耶 這到底怎麼辦到的 非常非常厲害 缺點我真的是想不到耶 以壁貼的價格來說 說貴也不會很貴 施工又很容易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重新施工我阿嬤家的話 我絕對不會買上面那一款泡棉款 我會全部都貼這個歐膩地紙 真的硬要硬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很容易賣光 它廠商一堆花色都沒貨缺貨 去年曾經有一陣子含過淹水 然後又有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一直都等不到貨 所以大家如果在逛的時候 看到有喜歡看到有貨 其實我覺得就可以先買一組來試試看 總體而言我覺得它真的是以貼牆壁來講 非常無心的好商品 那至於貼生活用品的話呢 我就沒有相對那麼建議 可能還是以貼紙比較取色 因為畢竟生活用品是每天拿來拿去的東西 這種比較偏服貼式的 可能還是比較容易在邊邊角角被剝起來 所以貼紙的話還是會比較牢固 耶好啦 以上就是我評比所有我施工操作過的 DIY地板牆壁的產品 唯一我沒有使用過的 應該就只有卡扣式的地板而已 那一個房間除了東西少 本身就會很簡單很清爽以外呢 我覺得整體的 色調運用的花色跟材質 也都是影響質感 蠻重要的一環 雖然足足沒有辦法裝潢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自己找到辦法 把空間打造成理想的樣子 你們說對不對 那我會努力談談看看能不能跟 我爸的地板 或是ONI地址 談到一些優惠 讓大家可以用更甜一點的價格入手看看 可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很夯了 能不能爭取到他們想不想跟我合作 我覺得也不好說 所以大家請去看我的資訊欄 如果有折扣的話 我就會放在下面給你們拿去用 好那DIY真的是蠻辛苦的一條路 你要自己裁切 自己測量 會花不少時間 也會搞得全身有點浪費 可是結束之後呢 通常會蠻有成就感的 你會很感激自己有投資在這個部分上面 好那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還想要看什麼相關的主題都可以下面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